中国的年轻人随着中国的发展 他们其实了解的东西很多 他们其实比前几个世代的人 都更能够超越偏见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人在造墙 制造紧张 制造分裂 但是年轻一代 其实正是沟通的最好的媒介 中国的年轻人和西方的年轻人 其实有大量的沟通 生活状态 社会地位 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差不多 他们之间的沟通 交流 其实是最有力量的 它能够化解现在世界的种种紧张 中国有个老话叫和而不同 这个不同里边 有的那个和的境界 其实是中国人最渴望的 所以中国的年轻一代 我觉得它现在就是用一种平等的开放的姿态 竭尽全力地向和人去交流 现在好像是一个世界在十字路口 在关键的时候 就是世界在选择自己的未来 那么年轻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担当更多的责任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发出更多的声音 让世界能够听到他们 看到他们 感受到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